精彩的演講 我想他也有為感染力很強 重要的感染力是來自於 他認為理想跟理念的追求 應該是最重要的 要放棄全民的熱情 靠著理想跟理念才會幫忙 所以他舉出很多的歷史 不過不管他舉出多少歷史 最重要的中心思想 就是對未來應該要有信心 對臺灣的前途 由臺灣人民來決定 應該要努力朝這樣的方向來努力 而且有悶不方向遂來 以往相遂 意思是說還是要做悶 所以悶不一定達成 但是悶可以計劃和熱情 臺灣不是要靠這樣才會幫忙 在中國的壓力之下 或在國民黨馬正的請衝的路線之下 我們贏得今年選舉 是明年的後年總統大選 將臺灣改變 我想這是剛剛朝鮮人最重要的 演講的主著跟精神 因為我們還有時間 而且我們非常難得 他是因為 很明明 最聰明跟未定朝三人的 臺灣人民自由宣言 50多年的機會來到臺灣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討論的 請教他的或者要互相的討論 都請大家可以來提出 那我們現在就開關給大家 是哪一位先 來 來 來 請 曹先生 我對你的演講 就是我想進展 看在這邊的演講 跟你的稿絲面完全一樣 我對你的稿絲也有違見 那我在這裡 勇敢的稿絲出來的理念 理念很重要 你在你的稿絲上面寫 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這裡多 下面你的稿絲時間不限 看到前面你好像說 獨立 就好像是用疑問的來這個比喻 好像說蘇格蘭 獨立的他是可以用國疑問的 我這個看法 我不完全贊成 為什麼 今天是歐盟 他們每個國家都是獨立的 但是歐盟事實上是個國家 你知道獨立有什麼的 EU Europe Union is a country Is a nation 事實上獨立的不是疑問 真正的結婚啊 真正人的相愛 是要讓對方獨立的 就是懂 愛我的女兒 我女兒今天早上會去美國 她很獨立 她才是國中高一 剛上第一名而已 她很獨立 我太太跟我婆婆 覺得我們兩個都受不強獨立 我住在伊蘭她 住在台北 真正的愛是讓對方自由 讓對方獨立的 如果沒有獨立的話 那是假愛的 像他們所謂的 真正的同意也是讓對方獨立的 所以呢 那個英國她說 我希望你留下來 我會給你更多的自主權 這個就是讓你獨立 但是也真正的同意 因為我要把你獨下來 但是我要讓你更獨立 我要受給你更多的權利 所以呢 我們搞錯了 不是所謂的獨立就是離婚 然後呢 同意就是結婚 不是 同意是讓你獨立的 這是我要跟你表示 並且你這邊講說 結婚不可以離婚的話 那誰敢結婚 我跟你講我是天主教徒 我們天主教徒 是反對離婚的 我非常支持我們教會的敵戀 也是耶穌講的話 這個呢 我是指有效的婚姻 被強迫了其他女兒 但是天上別的 有效的婚姻是一個承諾 這個承諾就是要賦信 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 人不賦信 包括馬林九 他開出的支票 完全都是騙人的 我覺得 現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 就是信這個字 這是我對你的導致 我很高興你講的 跟你寫的不完全一樣 但是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我不是批評你講的 我只是對你的導致 給我交到我的影片 謝謝 我們幾個問題又在請 看回應 看時間又在請 謝謝 台灣人的必須把你講 我問你 是這樣的 你的演講提過幾次 今天要講 第一個 你剛剛講 這個是資產公投 結果是不重要 是過程才重要 那這個過程會不會引起 世界各國 爭取這個公投的這個 民侃的虛擾 像台灣人的公投 會不會引起這個 來加速我們的 這個修訂 然後共投法 是不是會有影響 第二個問題是請問一下 說香港的這一次要爭取 他們的要自主要選舉 那跟我們台灣的那個 太陽花這個選舉 兩個 會不會影響這一次 我們台北市的這個 covy的選舉 這兩大運動會不會提 對他加入的 謝謝 曹先生你好 美國路正經 節目風箭時台 請教曹先生 以前台灣的企業能夠發達 是因為靠很多中小企業 紛紛的挺立 但是他們有個共通語言 叫做making money 我一二十號回來台灣以後 我看到好多那個318的學生 我相信你們在海外 也看了很多這些新聞 我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 我從一二十號觀察到現在 那麼多318的這些學生革命團體 還有很多公民社會團體 他們每個人各有目標 各有行為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 我找不到他們的共同語言在哪裡 我一直很困惑這一點 那昨天在李飛凡在成功大學 我也去了 那我也問這個問題 但是我還是沒有得到一個答案 他們各有目標 但是沒有共同語言 這時候很容易被國民黨 一個一個結束掉 那請問你在海外 然後你看全世界各地 這個摩尼華革命 那像台灣現在那麼多學生 沒有共同語言 那您的看吧 謝謝 我先回答這位天主教徒先生 因為你這個西國武經費你信仰的堅定性 因為我是做一個比喻 比如說 有時候一些中國人跟我編論 包括民運 我就強求這個離婚的簡單的比喻 我就說一個人問你 這是離婚好 單身好 還是結婚好 我說我這也向你請教 文章也寫了 單身離婚結婚 哪一個都不是終極的目標 都不是最好的 但是哪一個 只要你自己在沒有外來壓迫下 自由選擇的就是最好的 核心什麼意思 就是自由選擇 只是剛才你談到 你女兒或者怎麼樣 你的妻子 你們怎麼樣 自由選擇尊重為包 這就最好 自由選擇 但是剛才 剛才你沒有提到一個要信 我這邊自己想說兩句 信心非常重要朋友們 美國有個民調 現在得癌症的人很多 過去中國話叫什麼 談虎色變 現在是談癌色變 已經得到癌等於是 好像死刑一樣 但是有個統計數字 得癌症的人 百分之五十以上 不是因為疾病導致離去 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嚇死的 沒有信心 所以主要有信心的話 這可能超過百分之五十 那些大成功的人說 有了信心 你這個事都成功了一半 有了信心 所以你剛才提的這個信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今天講的一番話 一個小時 其實全部講的就是一個信心 要去台灣的未來有信心 你自己都沒有信心 你怎麼能成呢 做生意也不成 找對象也不成 什麼都不會成的 你必須有信心 要對自己有信心 所以蘇格蘭為什麼覺得人民 雖然工作通過不同過 我說過程很多 過程載出信心嗎 我可以做嗎 在這個一個月之前 兩個月之前 你們大家多然聽到蘇格蘭的消息 現在全世界都談論他 十三億中國人的網上 多少人都談論他 做得好啊 九十九滿億啊 百分九十九 就尊重選擇求 所以我說是這個意思 這個先生提出來 這個過程重要 就是過程很重要 你經濟看選舉結果 四十五沒通過呀 我們很難過呀 還有什麼希望啊 他二百萬 我們一百四十六十八 四十萬什麼 過程 這過程也充滿信心 你還可以有第二次 還可以有再第三次 這個信心 過程很重要 那剛才這個先生提到這個香港中華 當然了這個學生佔領中華 不僅對台灣呢 對中國內地的老百姓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感染 他們敢發出聲音 你們一國兩制嗎 你們還要這種方式 跟馬政府 要通病台灣嗎 那香港人現在都不幹了 再回歸幾年呢 香港人要發出聲音 我們要像台灣這樣 用台灣那個台語 來解決我們香港的問題 什麼台語 要動算呢 我們直接選過特首 我們要開始我們一九九六年 叫台灣之前總統 我們要直接選特首 不能女生病嗎 那你不讓我們小天 佔領中華 佔領你的商業區 表達我們的抗議 那台灣這個學生運動 受到台 這個香港學生運動 受到台灣民主的發展 很大的影響 不僅太陽光 之前台灣的民主競爭 相當的影響 這個香港 所以兩者的學生運動 兩地的學 港台的這個民主運動 都有相互影響性 相互感染性 是有共同性的 當然你說對這個 台北市場的權力有多大影響 這我不太知道 他現在選民 但是目前民調好像 核心還是領先 那我這幾天做記憲說 那些年 尤其年輕一點 包括年老的 他們都說 這個這個 連勝文沒有青年票 都說我們年輕人的話 憑什麼都一樣創業 他怎麼那麼多錢呢 他說都不是他父親 不是他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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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來這麼多錢 你譬如說你這麼多錢 我們這麼艱難 當然是來自他父親了 包括中國人都不要投票 都不會投我連勝文 你國恩二代呀 富二代呀 不要在中國形象 口味不好 在美國的話 他們到美國旅遊 那些國恩二代 富二代表現非常破裂 完全影響 這個這個 那個中國人的那個形象 所以這個我覺得 會有一定影響 那最後一個 就談到這個 我們現在才好 老朋友在洛杉磯 現在還弄辦電視 他談到這個共共團體 很多派系 或者很多團體 你覺得他們 聚發共同語言 各有目標 但是我覺得這種事情 你不能統一的 海外民意有很多火 香港能辦政論雜誌的話 那可以聯合一起辦一家 那搞四五家 這個是違法統一的 就是各自為政 什麼統一呢 那有機會見到他 就要強調彭先的這十五個字 就在這個理念下 制定新憲法 建立新國家 加入聯合國 在這個理念下 理念統一 向著各自為政 你喜歡變成一百個團體 二百個團體 越多越好 不能強調這個統一 而且你說國民黨 各個機部 不大可能 我來到台灣 跟一位很深難的見面 他跟我說 郝國孫講得非常好 非常正確 中華民國前途就要中國人決定 他跟我講這個 我說那你認為自己中國人 當然 我說你有沒有海 兩個 兩個 上大熊 我說他倆跟你觀點不一樣 不一樣 他們認同台灣 我說那你連你自己兒子 都解決不了 你還怎麼還在圈圈圈圈 我說跟他談不談 他不談 你談吵架 肯定吵不過 他不敢吵 那我問我說呢 這個年輕人都認同台灣 這位來會怎麼樣 他說 朝鮮人跟你說 這就是問題 現在這個年輕人認同台灣 是不可逆轉的趨手 不可逆轉的趨手 所以你相信台灣的年輕人 不管有多少塊 只要認同台灣 這是台灣的希望 從這個意義來說 我們台灣的希望在未來 我相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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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因為晚上 師傅 來 來 趕先來參加今天 趕先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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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現在台灣 有很多派系 傳體 沒有共同語言 沒有共同語言 我認為有共同語言 因為不管是中國國民黨 他是主張行眾要統一的 民進黨或台運黨 他是主張台灣新獨立 目前的國民 目前的國民叫中文語 那獨派有些人 要透過修憲 就了解 林惠環是要透過修憲 那我們台灣社 台灣北社 要修憲 那我個人主張 自己 有不同的主張 但是唯一有共同的語言 就是台灣的前途 由台灣人決定 這就是共同語言 那麼 除了 當然除了一個人 好婆孫說台灣的前途 有兩岸的中國人決定 這個是令黨北民 所以不管再怎麼樣 連中國國民黨 他要賣台的 他也不敢違背台灣人 2000台灣人的這個名義 他還說 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人決定 所以我想 台灣的前途 由兩千三百萬台灣人 來做決定 這是所有台灣人的共同語言 謝謝 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有一個問題 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從蘇格蘭公投 他們沒有鳥籠公投法 他們不需要聯署 是不是解釋操練憲法的 那麼 我請教曹先生 如果我們不甩這個鳥籠公投法 因為鳥籠公投法很難 那中國國民黨也要想辦法 不敢語氣 不管自憲公投或自憲公投 或修憲公投 就是事實上 那麼有民進黨 民黨他執政過 他也如果他有心做 他有這個能力做 國民甩這個中華民國體制 不要甩他們的公投法 由民進黨 他地方有地方黨 都配合民間社團 自己來辦自憲公投或修憲公投 或者是自捷公投 如果這個人數有超過一半以上 或多數學的話 這樣這個效率 這個效率 有沒有這個效率 這個法律上或國力上 他不會認同 另外呢 你推一推看怎麼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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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 你好 台灣久為你了 我想一個問題是說 現在有一個想法論書說 台灣已經鼓勵了 現在叫中華民國 另外一個是說 在司徒公投出來之後呢 有人在討論 如果台灣也是一樣舉辦的公投 那不是就承認就是說 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那這是一個矛盾的一個論述 就是說一個人他如果認為說 台灣已經獨立 可是如果說我們公投 表達自己的意見 又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為這個矛盾 那很多人就是 變成說他們看不清真相就是說 其實我們台灣應該要做的是要 自己來決定自己的路 他們就卡在這一點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握這個局面 就我們可以有哪些作為可以做的 那我請問你把這個東西寫的 謝謝 你好 我陳鳳大學很好 很好 我這麼感見 今天聽到學院講 然後我 其實我住在台灣 我就比較沒有你那麼大的信心 好 那我從來都是悲觀 但是積極 非常積極 越悲觀就越要積極 這是我本身的過去的經歷 然後所以有一個問題的事情 叫說 是一個時辰的問題 因為是因為我們很 現在我回來真的不夠太久 十幾年但是我對他 對他很方向 那過去看過後前輩 就是一級一級也不透級的 他有一些連結也不去世 然後我自己 我個人對他的答案是蠻造型 因為 因為中國這個律書 這個他很明顯 就是富貿金居等等 我的判斷是 如果這些都問過 其實就會 真的會肯定 為了一個固執香港的地方 被實質慢慢併分了 意思就是說 形式上 我們可能要很大程度的故意 不像香港 他形式上一摘多兩種影響 但是 中共是透過 2003年的司法開始 就實質地去併分香港 是未來其實就沒有香港 過了辦法 過按照一個發展的狀況 然後其實這個故事在台灣西部 在重複 因為 在香港他們蠻成功的 就是 在香港一代故事山裡面 就看了很多發 他都 可以 很大程度上去掌口 那台灣他現在慢慢慢慢在掌口 那我去 我希望就是說 比如說 剛剛提到這個東密 形成他的比较 他有沒有什麼意見 就是說 具體這個時程 這個時程到底要怎麼做 也沒有時程 我們在這邊開在座的會 在喊在座的口號 是沒有辦法 最終達到這個努力 最後過去 我想 那麼多老前輩很明顯 大家也很清楚 大家也很著急 大家也很著急 是因為你對那個 右派 所謂經濟上的右派 是比較大的人 當然 可能跟我們要反對 這個共產主義有關 但是我覺得現在我們面對問題 不是共產主義 是這個 這個比較瘋狂的 這是群帶的既成主義 帶來的這種 兵度差距 不管在中國 不管在台灣 都面對這個問題 那 所以 台灣其實很多的 所謂的獨派 和民主黨 他們不是所謂 這樣會不會 灌情 就是要 更多的是 減少基金主義的一種 對 這個 這個 投降的那種剝削 所謂的剝削 那所以 在 接 接一點上 這個當然很關鍵 因為 中國對我來說 他現在已經是 因為從來ews 最大卡 問題 但是現在是更以前 那他打的問題 的話 其實是做 最惡性的基本體力的勾敢 把國家的基產轉移到 私人的口袋裡面 要實際上是做這個東西 那也許我們可以說 是政治體制的問題 但我覺得這個不完全是 這個絕對是跟基本體力的發展不同 所以這個部分是也許 對 因為朝鮮剛剛提了自己的人 都是經濟的大右派 大家不太清楚 那為什麼你對所謂 或者說會有那麼大的保護 或者說有沒有可以修正的一個空間 特別是我們可以對 實際上的狀況 我大概這兩句 謝謝 那我幫你順序先回答一下 第一位現在王彥吉先生那個提示 這個共同話 我們可不可以自己叫民進黨 組織自己的共同話 現在這一黨的組合 但是你說的一些 我其實需要一個前提 那民進黨的領袖 所以他也願意幹呢 就是說你說技術 他不願意做的話 你剩下都卡不上了 你首先促使他做了 而且要發這個聲音 你不做這樣 我就不選你 不選你說地方人 不選你說黨主席 不選你說中國伙計 不選你說中國伙計 不投你的票 我投理念 不投人的 不能讓你個人發財啊 獲得權利啊 台灣以後非常不好的制度 在全世界角度外看 不管贏輸都會拿到總統股選票 這美國哪有時候選的 就花錢了 那倒是誰就想選總統了 選不上可以拿到五百萬美元 選兩次就千萬富翁了 千年都這麼好的事嗎 只有台灣好 我懂得 所以很多人說 輸了我要選了 你說的是你王彥吉的理念說 我贏了五百萬美元啊 我成立基金會 國裡會相當好 這次是個 所以你必須要強調這個理念 民進黨有這樣的理念 這樣理念人這麼主導 你才能提到你的下一步 這是你同家理念 第二個就是 朋友提到 這個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國家和民進的朋友 這個我特別想說兩句 我以前也碰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要內外有別 這個問題我特別想說一下 內外有別 在美國在西方 在其他國家的台灣人 要強調台灣是一個國家 為台灣的民主 首相世界來打拼 來呼籲 跟美國人說 台灣是一個國家 說美國人當然就知道了 你跟他說什麼ROC PRC 我現在有什麼搞不懂 兩個是哪關 三個四五兩個聰明 那你說台灣的就知道了 所以強調台灣是一個國家 但在台灣內部要清楚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的名字不是這個國號 這國號叫中華民國 他的土地叫固有之將土 非常糟糕的一個說法 什麼叫固有 不在哪裡 就像中國人做菜什麼 少許鹽的少許 什麼叫少許 美國人的語言都是三顆兩顆幾兩 一種少許的母乎的語言 什麼固有 必須改變這個 這內部你必須強調 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國號 那現在是個 事實獨立的國家 不是個法理獨立的國家 必須要贏得立法院多數 通過立法來載掉這個虛假的 不符合今天真實的 中華民國這個帽子 改變那個國民黨黨籍在中間 還是齒輪那個國籍 改變那個無黨所忠的 不知道哪個黨那個 那個國歌 改變那個固有江頭那個憲法 這是制定新憲法 建立的新國家叫台灣 然後從台灣加入聯合 現在如果台灣不能改名叫台灣的話 所有參加入聯的活動 都是假活動 當聯合國變成兩個人 人家做什麼 2758號決議已經決定 中華民國已經不是聯合國成員 不代表中國 你否則就是決議嗎 根本沒有可能 那你申請嗎 你還有中華民國來申請 你開玩笑 你跟我開玩笑 亂費我時間 中華民國已經早就被 二星華決議已經決定 不能代表中國 你怎麼還打這個名字 你只有拿一個新的國家名字 你才有個邏輯性 跟人談入聯 否則是假入聯 所以這個我覺得 對內的話 對於喬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 美國國務卿 鮑威爾已經說過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這是一個真實嗎 所以繼續要爭取 摘著這個帽子 使台灣成為這個國民改變 你才有加入聯合國 所以鮑敏先生在我們這年提出的 那個制限證明 然後才是入聯 他都沒想先入聯證明 你入不了聯嘛 所以這個程序必須清楚了 這個要特別強調一下 那最後這位騰達的教授 特別強調兩點 但他說的也很大一個問題 可能一兩句話 給他回答 但是你說這個 我們今天要開這些會 你拿個具體 開這些會 開這些會 有問題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為什麼我說絕對有幫助 這位天主教的教徒朋友 你上教堂 對不對 聖經你讀過 讀過 九月十一月看過 看過不止一兩遍 瘦醒了嗎 那你都說瘦醒了 聖經讀了好幾遍 你還上去要何個什麼 必須要定期去啊 要強化你的信心呢 強化以後你才會打電話 拉別人入教 打一百通 你必須強化了信心呢 今天我們的會 越多越好 要強化大家的信心 要溝通 要共享更多的信心 是需要更多的 你不能我們像街頭人 推翻馬正佛 佔領立法院 佔領一次了 下次他已經 他這麼多兵 你還能佔領嗎 要傳播這個信心 我問一下各位一個問題 你們問我這麼多問題 今天太陽花學運是四月份 對不對 去三月份 去年三月份 你們在座各位 有沒有預測到 今年三月份 會有個太陽花學運 預測到的局長 沒有 抱歉你們在座沒有一位先知 連個送其力都沒有 太陽花學運是掉下來的嗎 偶然發生嗎 偶然發生嗎 不是的 是這些年初彭文敏 更早的那個廖文藝 1956年 提出台灣國防國 這個信息 包括王建希 一步一步 多少前輩 多少努力 傳播這個信息 到了這些孩子 在1996年 李登輝第一次台灣有了 直選總統的時候 林仁凡幾歲 陳月廷幾歲 魂揚幾歲 四五歲五六歲吧 對不對 那個年紀 這才過去才幾年 發生這麼大廢話 他們從哪裡來的台獨的理念 幫我林仁凡寫文章說 我支持台獨 哪裡來的理念 對不對 連這個王丹在美國住了這麼多年 還說台灣獨立不是我的選手 我跟林仁凡不好 我見到林仁凡 我說你首先改變王丹呢 台灣獨立不是選 你不是選項 你怎麼是民主的選手 你不是說台灣人變成這樣高 必堅持支持台灣人理念 這些孩子們為什麼有這個理念 是一步步 包括王先生 包括江俠 包括我們前一輩 包括很早 實際上是理念傳播的嗎 包括為什麼我提到江俠幾次 我看過呂修蓮副總統 把這個預選捉爆 我在美國看到 他說一整版的藝人 上百 都跑去中國發展 包括是林志玲 林志玲 你跟母親我見過 我原來隨便當理事長 後來不當了 說會影響孩子 在中國發展世界 林志玲在中國 長得很漂亮 可是心靈不是那麼漂亮 說是不摸過程打 中央電視台喜歡的話 那時候 那個預選中央說 一百 一個整版的意思 只有兩個人 拒絕去中國 不發展 其中只有一個是江俠 所以我在敬佩他們 他用這個最後的尊嚴 最後的尊嚴 不可以就是去那裡 在我們低頭 他為什麼好事而合行你 就需要你低頭 向中國人傳一個信號 他們都來 排毒的強硬分子 都來效果低頭 不能低頭 向中國人傳一個信號 你不低頭 中國人再佩服你 你低頭反而不佩服你 什麼烏波熊 什麼烏狗熊 到中國去誰佩服 誰佩服 沒有佩服你的 今天給你喝茅台 下次連戰去可能講茅台 連戰現在還有風光嗎 馬上貶持了嘛 掉價了 所以必須要堅持這麼一個理念 所以我說要傳播這個理念 這個信心還是非常重要 傳播這個信心 同時傳播這個尊嚴的意思 保住我們台灣人這個尊嚴 全世界都走向這個趨勢了 剛才講民主的趨勢 獨立的趨勢 那麼台灣一定會有這個變化 所以這位陳大教授 還是希望你們堅持有信心 不要往後退後 不要往後退後 那張三英哥被提到音樂 老師 其實我過去 在學院到現在 我大概演講 大概應該有50次 所以 所以基本上 我的立場 不是說我們不要辦這些 是說 我們在實際上 未來2016年到 我的判斷是 有沒有一個失程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具體的一些 朝向一些建議 可以怎麼做 因為我們理念是 我講白了 就是說 如果剛剛 朝向提到 台灣有60幾的人 他的認同是自己的台灣人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為什麼我們 我們立法院 或者 那麼久都沒辦法 或是 落敗 或怎麼樣去 所以有那種具體的建議 有沒有想過 我自己想要問這個文書 不是說要否定 我們現在 全國理念的 這些情況 好 我會簡單回答來 因為這個教授 學會比較高深 他這個問題比較大 就要下次 張國長再舉辦一次 就是說什麼呢 第一口 你說具體 非常具體 這個王建基他們來講 具體 那我只能提出兩個方法 第一口 在原則上理念上 必須要強調 這個台灣人 陳前總統贏了兩次 就是打台灣人 對 包括第二次 沒有二二幫手牽手 沒有他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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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台灣意思 叫傳播這個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在這個 這個 除了台灣意思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經濟理念 就對 剛才你也談到 我談的幾個人 都是這個西方保守主 對 魁北克1995年的公投 獨立公投 贊成獨立只是49.4 就差7個 0.7個 現在你是降了多少 魁北克再也就沒有獨立公投了 他那個獨立政黨 你就輸得慘不 人種 輸到只剩些民意二十五 而且輸到只剩三十一百 為什麼 他提不出來具體的經濟方案 魁北克的經濟怎麼發展 大家還是關心自己的吃穿住心 你關喊空洞的排除口號 你要解決經濟的問題 他不能解決這個 不能提供 因為他們是非常左派 包括這次蘇格蘭的這次民主黨 是在整個蘇格蘭非常左派 是可以比工黨還要左 說工黨都嚇死了 如果你走的話 保守黨會一直在英國之爭 因為他的票倉走 所以你看去蘇格蘭的 去幫助助選的 想要留住蘇格蘭 全是工黨的領袖 保守黨不敢公開說 保守黨有些人可能說 走的最好 你走的話 我們永遠保守黨 一會多數 你叫他走 因為你拿不出經濟 這次他為什麼到四十五 沒有過五十 拿不出具體的經濟方案 你只說你拿離開的潛艇走了 工作機會走了 我們就是有辦法 我們就是有能力 我們就自己管 怎麼管理 沒有英鎊怎麼辦 你得拿出一二三四 包括蔡英文 下次輸給馬英勇 馬英勇已經那麼一個 沒有能力的人 管理那麼差 為什麼說 你拿出經濟方案 你總是強調這個 貧富和差距等等說 這不能解決問題的 你得拿出台灣經濟發展 包括最後說那些 王雪紅 就是那個樣子 最後臨門一腳 不是他們臨門一腳 他傳過這個信息 你這個時候要搞軍貧富 要搞高稅收 我們這個有錢的人 我們中產階級 大家是被錢拿走的 哪有經濟發展 隨往低處 商人往低稅收的地方走 美國有七個周 都是沒有周稅的 那很多人投資要去這些地方 說這個經濟政策 這個大的問題 民進黨比較歷來 在經濟上 我這個跟我理念不一樣 不一樣 但我希望他們這一方面 起碼過了 你不要把投資都嚇跑 如果經濟拿不出方案 很難拿到選票 你只有理念清楚 纏到台灣意識 另外拿出一個具體的 經濟發展台灣的方案 拿出我一二三四五六 包括今天柯文哲 我要都見到他 你必須你緊緊打這個 連勝門這一套 你富二代 官二代 你還得拿出你的牛肉 你說他做的牛肉又不好 是假牛肉 中國進口 你的牛肉是什麼呢 你得拿出這個東西 中國話是不破不立 是不對的 強調破 首先是立 才能有破 中國破 把王大白 中國搞的破完了 見什麼 見不到 你立起來了 那個不好的自然破 先立 後 後 任意 所以經濟上 當然這個教授 這是大的問題 或我們再私下討論 當然謝謝你們的結論 還是希望你們保持信息 謝謝 曹先生 大家好 我是覺得說今天 台灣已經有這麼強的台灣意識 這個是很多人的犧牲跟努力 一直堅持走下來的 才有今天這條路 可是今天呢 我是在